天安出生的怨念清草 早晨十年往生返往 和馬國內職域成功 千神一揚 你有沒有早上起床之後 吃完早餐繼續做休息人 很快的 我讀書的時候就這樣做 現在沒空了 唐時也可說 就像江湖土的冷藥清草 早晨 晨漠 夜晚 午後 我們沙漠裡住了三個月 澳洲的Dreamson Desert 可以看到很多草花都這樣 早晨的時候都在錄上 夜晚的時候也有 蓋錄 人生就好像不一樣 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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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餐 幟過 七十春秋 你懷孕 10週 十少 一暗 十六歲 我不想 春孤 五十六月 風雨 轉眼 轉债 十五月 一帶 涉 其實即是這樣 七十春秋 八十寒暑 其實真的短眼寂寐 我都覺得我現在都是小朋友一樣 沒有結婚的人一輩子不可以成為一個成年人 身中一字都是那次的小朋友 但是我都聊了很多事情 都叫我弟弟 哥哥 哥哥 現在叔叔 叔叔 叔叔 伯伯 這麼貴之後我都很驚慌 因為他們用的東西這麼慘 但是人生真的很快 所以我都覺得我剛剛是過了同年 沒辦法 因為我讀這麼深刻的時候 我們有十七個學生 我是最後生日 去到法律賓全教六十三個成婦 我以為我是最後生日 現在來到香港我們三十的神父 神爺會的神父 我以為我是最後生日 一直覺得自己太適合了 就是我那樣子 我好像很想天上的轉租 我好像很想天上的轉租 我一定不再去看 我好像很想天上的轉租 我們 是保露他很深的對天主、對人生 對耶穌的禮告 保禄一直稱自己是一個囚犯 囚犯 為什麼稱為囚犯呢 因為他被天主耶穌的使命捆綁 他被他的愛捆綁 他被他的執任捆綁 他被他的右體捆綁 所以他什麼時候得到自由 當他知道他要去羅馬的時候 之前他會這樣說 我好像在洗澡 現在已經到了盡頭 一個準備好的緣 已經被我預備好 我已經跑完這個路程 什麼都為我準備好 現在我可以自由了 很多人都可以好像保禄一樣 在死亡之前他開始覺得 我喜歡自由 這個就是蘇吉拉底 他的說文 他說什麼 他說 我出生的時候我哭 你看人笑 我死的時候我笑 你看人哭 這個就是我的生命 誰可以做到這樣 誰可以做到這樣 他就是一個 洗人中最棒的人 和人中都是最棒的人 不是很棒 普通人是最厲害的人 自由 死亡 死亡為有的人就是這樣 終於得到自由 而死亡是阻擋他的最後一個障礙 所以死亡為第七 所以死亡為第七 就是在家裡 所以有時候 當我們為冒陵 死亡的冒陵 的時候 可緊要的是什麼 都跟其他人說 我們兄弟 我們姊妹 已經行上過 我條飯家鄉的路 幾頭魂 我們作為這個 囚禪 因人需要留在這裏 被我們外 被我們責任 被我們很多事 滾爆 在這裏 被你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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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切 會要居 FEMA 以可允許 還允許 那一切 事情 讓我以為 荒沙 找我 你 自己 我 我 我們所謂的家鄉而事實在天上 我們等待主亦受基督 我們救助從家裡放馬 這裡很清楚地可以看到 保露他們很成熟的人生 有很多人在這個世界上 他們的天主是誰 是他們的徒徒 是這個世界上的虛假的一些東西 但是說到說的不是 我們真正的家鄉是天堂 現在我們有時都說 變成被我洗碗 遲一點點 我很多東西沒做的 是不是我們沒做的很多東西 真的就敢要嗎 不知道 但是我相信 當一個人死亡之後 他很清楚他最需要的是什麼 但是當我們活著的時候 我們都會有一個鬥爭 戰爭 就是什麼是天主 在我們這個世界 死亡的世界 個人的世界 很多的老年人都有這樣一種感覺 當自己的朋友一個一個都死亡之後 他曾經這麼熟悉的家 這麼熟悉的辦公室 這麼熟悉的跳樓 每天都會走的樓 這麼熟悉的商場 度假的地方 當他發言之間覺得 不是這麼熟悉的 覺得沒有興趣 覺得沒有意思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家 已經不再是一個家了 而那個真正的家 已經變成了 變成了熟悉的 學貿易追求的目光 就投向人世 彼岸的天堂 我現在沒有當一個年紀 所以我不是很清楚 但是在全球的時候 我看到很多的 我們老年的教育 很多有這樣一種情趣 很多這樣的情趣 就是什麼 就是 跟他一起生活的人 有童年到現在的人 越來越少 有些人就開始說 唉 我沒有幾年我都會死 但是我每次見到這樣的說話 一定不超過三到五年 他一定會成功 真的 為什麼呢 因為當他開始這樣說的時候 其實呢 他的三二到四 同時他的家鄉 還不再是這個世界上 因為他的家鄉 已經是另外一個世界 有人想去比我 但是呢 他同時又有很多 已經八十九十一百幾 你應有何著 為什麼呢 我都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呢 很多人真的 可以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什麼 看到的是什麼 死亡是個惡命 誰需要死 誰應該死 誰怎樣死 某人知道 我 對 我們會再天堂重見 這個都很重要 一定要看的 一定要說 是什麼 因為很多人很思念 他們親人 剛剛過生的歐啟人 所以當作霧靈的時候 很重要 他要跟歐啟人說 雖然他已經死了 但是 我們很快就有同生 見到他 而且 那個人 就是我們熟悉的人 都不是變成另外一個人 不會的 他就是他 第一 我們會再赴 那裡重訓 這些時間關係 我們都五年了 問題 這個是什麼 就是關於耶穌復活之後 顯現給馬尼亞 馬達勒 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就是 馬尼亞馬達勒 他看到耶穌 他不以為這個是耶穌 他以為是誰 他以為 復活的耶穌 是一個 原定 所以 他 在耶穌問他 女人你 含神摸 他答 有人拔我 搬走了 我不知道他 他們把他放在哪裡 那耶穌就用 一句說話 馬尼亞 發言之間 他發言 原來 站在他前面的人 不是原定 不是工人 是耶穌 你可以看一下 那個浩世的字 讀一下 是 我父母能夠打讓人 你當我到底是他的 我所差別 我以失手及父母 我同乎他 身亦可以泉住我的 體驗打讓他 這裏還有 是甚麼就是 很多人也在這個世界上生活 但他們已經清楚的是甚麼 他的生命在天上 不在這個世界 但很多事 又因为很多人拉着他都不可以有一个自由的生活 就好像玛利亚、玛达利达 他拉着耶稣,要不放 耶稣同意说,你不要拉着我,我不放 我现在都没有得到真正的自由,得复的奴隶 所以你都用你的工作,你的使命 去和我的门徒说 你们要相信我的服务,等待我的生天 所以很多人为我们做牧林各国服务的时候 你都有跟他们讲 现在刚刚过身的兄弟姊妹 他完成他的使命 但我们也有一个使命 就是将我们兄弟姊妹已经死亡的 就是他的生命的发光的焦点 就和其他人讲,很重要的 如果再有一个比喻做一下 如果每个人都是天上的一科星 每一科星都会发过 佛不同光 不要只是看了一个人这么坏 好像一定有好处到没 至少一个很坏的坏人 他也有好的地方 所以在世贸的时候 应该给一个人很正确的一个评断 好和坏 好的地方我们一定要由其他人知道 为什么这个好,除了他本身的生命 还有一个就是天主 就是耶稣在他生活中 带领他发光的那一点 另外一个是什么 就是有的时候 各个光都不是他一个人的光 有很多次各个光是他整个家庭的光 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朋友 他的爷爷,爸爸,他自己 都有同样的性格 都有同样的事情 是其他人都看得到 真的不是一家人不入一家门 真的很多一个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就是天主给一家人的神恩 所以当他死亡的时候 我们应该将他的光明神花 是其他人看得到 因为一个人的身体会死亡 死亡之后看不到 但是他们的生命有积重 因为天主没有死 天主的救援没有死 天主的工作使命都没有完 我们一生有很多遗憾 所以在天堂我们可以 迷补遗憾 最负那里我们可以圆 无缘 这个是比 有时当我们做墓灵的时候 是死亡之后 你一定要跟有些人说 因为你知道发生了什么 他有他的遗憾 他有他的一些 好像没有失言的一些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跟他们说 在天堂 才一定得到自己的 莫、原、水、工